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一同来读上帝的话语 约鸭和大卫一起打天下 彼此的认识非常的深 无论是个性、喜好、做事的手法 彼此都很了解 所以大卫在约鸭出兵前 特别吩咐军队善待他的儿子压沙龙 但是约鸭完全不将大卫的话 放在心上 约鸭趁压沙龙挂在树上 无力反击的时候 执意杀死他 不愿意接受国王的请托 留他一命 约鸭的刚愎自用的个性 已经不是第一次叛逆了 有可能他正进行着 他迈向王位的计划 也可能他报复之前压沙龙 火烧他的大卫田 也或许这两种可能同时存在 约鸭告诉祭司 撒都的儿子亚西玛斯说 你报这信息 既不得赏赐 何必要跑去呢 果真大卫问了 儿子压沙龙平安吗 两次的回答 造成大卫痛苦 传道书说 在三章三节写着 哭有时 笑有时 哀痛有时 跳舞有时 可见想哭的时间点 也很重要 异点也很重要 但是真情的流露 总是会让人控制不住的 可怜的大卫 这次的表现 让百姓突然间 好像做错了大事 他在面对国家的大事 却错把国家的高度 降为他们家的 家庭悲剧而已 这样如何能面对 战胜回来的大军呢 大卫哭错时间 异点 惹怒了鸳鸭 他责备大卫 你恨那爱你的人 爱那恨你的人 现在轻易出去 安抚你的部署吧 我指着上主的名发是 如果你不这样做 到明天早上 没有一个人 会留在你这里了 约牙对大卫威胁着 要他出面鼓励 战胜归来的军队 约牙已经失去 臣服该有的态度 上帝创造万物 是先有秩序的 有皱汉叶以后 才有空气和水 接着才有植物和动物 如果持续错了 社会就会有很大的困难 在家里社会国家 也是同样的道理 所谓军军 成城 妇妇 子子 每个人都要尽自己的本分 尊重上帝所设立的权柄 家庭 社会 国家 才能得照安定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所读的经文 无论是大卫 或是约压 对我们都有很大的提醒 特别是我们 在情绪的当下 常常会做出错误的决定 祈求上帝 赐给我们智慧 同时要赐给我们理性 好让我们行事为人 不会造成遗憾 使仇人快乐 亲人痛心 愿上帝施恩保护我们